好 镜头带您来到南区的玉里高中 在今年6月份才刚刚落成的教学大楼 10月24号进行学生第二宿舍 即教职员宿舍兴建工程的动土电机的典礼 那么校长说呢 学校未处递职的敏感带上 不只是教学大楼以及宿舍 希望未来都能够提升教学环境 给学生以及教职员最优质的教学空间 以及住宿的品质 玉里高中原民班学生展现原民创意舞蹈 为玉里高中学生第二宿舍 即教职员宿舍兴建工程动土电机典礼 揭开许目 玉里高中今年6月份才刚刚落成的教学大楼 10月24号进行学生第二宿舍 即教职员宿舍兴建工程动土电机典礼 让从事教育工作的外地同仁有一个安居之处 不用四处找房租屋 也渴望降低偏乡教师的流动率 那今天我们是有两栋建筑物 今天我们今天要动武新建两栋建 一个是我们老师的教职员宿舍 那另外都是我们学生第二宿舍 那我们教职员的宿舍总共要新建29间的一个单人宿舍 那这个是新建之后可以让我们有一些 尤其我们很多老师是外地 原地从来来我们的玉里高中服务 那希望能够提供他一个很好的一个住宿环境 校长表示 学校未处地址敏感带上 不只是教学大楼以及宿舍 希望未来都能提升教学环境 规划充建宿舍 改善居住环境品质 有效提升教师留校意愿 使教育热忱得以有效的展现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玉里正采访报道